三集起见超过一个月了 部分民众生计受影响 华联县政府号召爱心商家加入供应餐食 7月2号开始针对受疫情影响 三餐不济的经济弱势民众 发放爱心餐盒兑换券 7月12号之前 申领的民众可以持券 向贴有暖心食堂标章的店家来兑换散馋 为了帮助受疫情影响 生活陷入困顿的民众渡过难关 华联县府暖心食堂 从二日开始发放爱心餐食兑换券 早餐命额60元 午晚餐都是80元 集一起到7月12日 提供11天2420元等值的吃饭钱 申领资格需涉及在花莲 为领取政府纾困补助学校餐券 食物银行物资的民众 一次可领取两天份 不过发放首日 华联县社福馆现场人数不多 13个护证事务所 由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一天的上班日 而我们的社福中心是礼拜一到礼拜六 所以我请花莲县需要的乡亲 可以到以上18个地方来做申请 第二个我们也希望有爱心 还有我们花莲的这个店家 能够一起共同来加入我们暖心食堂的行列 让暖心食堂遍布到花莲县 这样子需要的乡亲就不会寻寻觅觅觅走得太远 所以在这里呼吁我们如果您是小吃店早餐店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店家都可以加入花莲县政府的暖心食堂的行列 花莲县社会处长陈家富表示 第一波预计发出4500张 已登陆厂商目前有39家 25家集中在花莲市 领取地点为全县13厢镇护镇事务所及五处社湖中心 摄领者到场是先接受资格审查 填写资料后才能领卷 行动不便乡亲可由村里长带领 职卷者再向贴有暖心食堂标章店家兑换 也号召更多店家加入暖心食堂 记者讲帮院花莲县市报导 我现在 museum工作室 我认为有什么用 我认为没有太独立性 我认为有什么用 我认为一真的有什么用 我认为有什么用